一关文化基金会在今年母亲节前夕 与亚东医院信院区一楼大厅 举办一场温馨而热闹的 妈咪你好妈音乐会 主办单位邀请了声乐家 简文秀歌手英正阳 谁想爱乐三重奏乐团 还有从街头艺人 红到中国好声音的 新运二重唱张玉霞与张玉玲姐妹 担任此次演出的嘉宾 一关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也是著名国际声乐家 简文秀女士 谈到这次音乐会 希望不只是邀请民众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要和民众一起歌唱 让歌声满人间 更期盼借着愉悦的歌唱 延年益寿 更要祝福全天下的伟大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我觉得在母亲年办音乐会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感谢母亲 当然父亲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是从她的肚子里面出来的 我想母亲应该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选在医院 其实很多病患很多的家属 来到病院 其实心里都不是非常的舒坦 所以我们办这场音乐会 除了提醒说要感恩自己的妈妈以外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 在他们不平坦的心情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舒缓 简文秀老师希望带领民众一起高歌 因此为这次音乐会挑选的曲目 都是民众耳熟能详的旋律与曲调 透过这个机会疏解压力 洗涤身心灵 当简文秀老师和殷正阳一同演唱 妈妈恰你也保重与恰是你的温柔时 现场的歌声响策亚东医院大厅 吸引医院内外满满的民众聚集聆听 我觉得跟家里保持一个 很好的关系很重要 因为你在外面如果说 有很多的委屈挫折 或者在工作上 其实在家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滋润 那我觉得尤其在母亲节这段时间 我们重新检视一下 就是我们跟妈妈的关系 跟家庭的关系 我相信可以让自己的生命 获得更多的滋润 可以有更多的力量 去走自己的生活 心育与恶重唱 张玉霞与张玉玲姐妹 悠扬的歌声 让台下听众听得如痴如坠 我为你歌唱 我为你滋调 越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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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会最后大声 其唱母亲时 更把整场的情绪 带到最高点 让亚东医院大厅 充满欢心和温馨感 盼望民众能延续 台湾浓厚的人情味及爱心 给病患及家属或志工们加油 一起感谢志工们的辛劳 让民众在今年的母亲节 有个最特别 最有意思的回忆